《馬太福音》二十六章三十六到七十五節 隨後耶穌和他們來到一個叫赫西馬尼的橄欖園 祂說:「你們在在者裏,我去那邊吐告。」 祂帶著彼得和西彼泰的兩個兒子 雅各、約翰一起過去 耶穌悲傷起來,極其痛苦 對他們說:「我的心被憂傷壓碎,幾乎要死。」 你們留在者裏,跟我一起警醒吧 太陽前走了不遠,就腐伏在地上討告說:「我父啊,如果可能,請拿走這苦難的杯吧 可事,不要按我的意願,只要照你的旨意。」 耶穌回到門徒那裡,見他們睡著了,就對彼得說:「你們連一個小事也不能跟我一同警醒嗎?」 要警醒討告,免得陷入誘惑 你們的心靈雖然願意,肉體卻是軟弱的 耶穌第二次離開他們去討告說:「我父啊,如果這杯不能拿走,一定要我喝,那便願你的旨意成就。」 耶穌再回來的時候,見他們還在睡覺,困得爭不開眼睛 耶穌第三次去討告,再次說了同樣的話,他又回到門徒那裡說:「你們繼續睡吧,好好休息吧。」 可事看,事後到了,人只要被出賣,交在罪人的手裡。 起來,我們走吧,看,出賣我的人來了。 耶穌語音降落,十二門徒之一的猶大,戴著一群拿著刀棒的人來了。 他們是祭司長和民眾的長老派來的。 門徒猶大事先跟他們定了一個暗號說:「我上前親吻問候誰,誰就是你們?」 他們要找的。於是猶大經濟走到耶穌面前高聲說:「拉比,你好。」 然後親吻了他,耶穌說:「朋友,做你來者裡要做的事吧。」 其他人就抓住耶穌,逮捕了他。 一個與耶穌一起的人卻拔出刀來,朝大祭司的勞布撼去,削掉他的一隻耳朵。 耶穌對他說:「把刀收回去,動刀的必死在刀下。」 難道你不知道嗎?我若求我父派上萬個天使來保護我們,他就會立刻派來。 但如果我這樣做,聖經上關於現在必定要發生的事,又怎能應驗呢? 耶穌又對那群人說:「你們帶著刀棒來找我,把我當作造反的暴徒嗎?」 我天天在聖殿裡教導人,為什麼你們不在那裡找我呢? 不過,這一切的發生,是要應驗聖經上記載的眾先知的話。 那時,門徒都撇下耶穌,逃跑了。 他們逮捕了耶穌之後,就把他押到大祭司該雅法的府上。 律法教師和長老已經聚集在那裡了。 彼得遠遠地跟在後面。 到了大祭司的院子女,他走進去和為兵助在一起。 等著看事情會怎樣了結。 在大祭司的府邸,祭司長和整個最高公議會都在尋找證人, 要作偽證,指控耶穌好處死他。 不過,儘管有很多人願意作偽證,卻還是找不到有用的證詞。 最後有兩個人站出來,宣稱, 這人曾經說過,我能拆毀上帝的聖殿, 並在三天之內把它重建起來。 於是,大祭司站起來對耶穌說, 你不打算回應這些指控嗎?你有什麼要為自己辯護呢? 耶穌卻一言不發。 大祭司又對他說,我以永活上帝之名命令你, 告訴我們,你是不是基督,上帝的兒子。 耶穌回答,你已經說了,將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上帝右邊, 大有權能的位置上,隔著天上的魂光臨。 大祭司就撕破自己的衣服以示憤怒,說, 這是蝕毒,難道我們還需要其他證人嗎? 你們都聽見這蝕毒的話了,你們要怎樣判? 他們大哭,有罪,他是該死的。 接著,他們朝耶穌臉上套屯門,又揮拳打他。 也有人善他的耳光,嘲笑他,說, 向我們說異言,你這基督,那打你的蝕誰呢? 這時,彼得坐在外面的院子女,有個婢女走過來對她說, 你跟加利利人耶穌是一夥的。 但彼得在眾人面前否認說,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 不久另一個婢女在院子門口看見彼得, 就對站在周圍的人說,這人跟拿撒勒的耶穌是一夥的。 彼得再次否認,甚至還發誓說,我根本不認識那個人。 又過了一會,站在旁邊的一些人過來對彼得說, 你肯定跟他們是一夥的,你有加利利口音。 彼得發誓說,我若殺方就被助奏,我不認識那個人。 正在這時,計叫了。突然,耶穌的話閃過彼得的腦海, 計叫以前,你會三次說,根本不認識我。 於是他就出去,痛哭起你。